好,大家好,我是余德寶 今天继续有每日点评 欢迎各位网友先收听 也都欢迎新朋友的加入 我们每日点评基本上一至星期五都会出一个片 大概十多分钟就会讲述香港实际的情况 政治和社会环境 甚至一些比较关乎香港或者国际的一些新闻 我们都会在每日点评里面和大家分享和分析 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五 我们今天继续有每日点评 主要想讲两个题目 当然第一个题目是近期 不同的传媒都不断报道 究竟李家超7月1日买班之后 究竟有什么新人加入 有什么旧人会被人踢走 当然有些建制派的一些立法会议员 有机会辞职加入这个文责的班纸里面 包括张国坤 包括麦美娟 究竟有多少个新人进去 当然很多时间也意味着有多少旧人是会离开 当然旧人那里也有分两批刑 一批就会离开 本身可能去做副局的 做其他位置的调职或者升职 这些情况也就听不同的报纸的报道 他们的估计或者收到一些小度消息都好像出业 而其中有传过没得留下的 包括陈法和业德权 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等一会就会详细分析 第一个就会就着班纸里面的名单 第二个我们想说的呢 就是这个有线的新闻副总经理 许方暉是以这个家庭原因请前 如果是小小个 即我的年纪就有看过了 许方暉报新闻 可能再大个小小的朋友一定知道的 年轻就未必知道了 年轻的朋友都未必看无线的新闻 可能看一些电子媒体的新闻 或者网上媒体居多了 但是这个许方暉本身呢 就在这个有线新闻呢 做这个副总经理 那当然最近有一张照片流出来了 就是他在办公时间吞泡 就疑似和一位女士呢 就有一些比较亲密的行为 而那位女士呢 并不是他太太 那他太太呢都是做这个新闻主播的 那主要今天呢就是说这两个topic 事不宜迟我们没人点评 即将开始了 那第一点呢就是说 全没得留下下一届政府的陈凡 被记者问到 那他回复是什么呢 他说对不住没有补充 那六字真言 那就是从来没听过陈凡 说道业的 那今次听到了 对不住没有补充 那新一届政府呢 剩下不够两个礼拜呢就要接任了 那根据经济日报啊 那列出了一个有传系 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的班子的名单 当中呢就现任 运输及房屋局的局长陈凡呢 就是没办法过度啊 分拆出来的房屋局和运输及物流局呢 将会由现在的一个建筑处的处长何永延 和呢 发展局的前常臂呢 林世雄呢 是出任局长 就是会不会说 哎明明他 就是 除非他呢 有几个可能性啦 那如果这件事熟实的话呢 那有几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说我自己不做了 退休了 就是 我都管够了 不做 那第二个就是他想做 就好像有点像林郑啦 想做但是 留意家超不给他做 那究竟就是 就是 他表现出色 他什么原因 没得连任呢 而 他愿意给一些新人 都不是叫新人 但是 相对 一些新的机会 给一些朋友 例如 就是这个建筑处的处长 何永延升呢 升级啦 就局长 然后发展局的前常臂 那么 那么 离职的啦 就是这个前常臂离职啦 那就是 都可以翻兜 又回到政府做这个局长 那么 那陈凡可得可能 不能够比他们呢 如果你要论资牌杯的话 那很明显就不关资力 牌杯的问题啦 那陈凡就在出席这个立法会的会议里面呢 就被问到 有没有收到要求啊 那他就笑着说 哈哈 不好意思 对不住啦 这个呢 就没有补充啦 那新一届的政府啊 那由呢 就是 本身 说的是 三司十一局啦 现在增置到三司十五局啦 另外呢 亦都增置三名的副司长 副司长 那其实感觉上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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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多了 那亲信都应该会多了啦 那也都全民 这个名单里面呢 现任的局长里面呢 只有六位是能够留入 包括啦 那陈茂波啦 黄伟伦啦 杨润鸿啦 杨润鸿啦 郁正宇啦 鄧炳强啦 曾国伟啦 我们看看这六个人先 这六个里面呢 有三个啦 至少两个啦 其实 都是 就是几个部队呢 就是一个入警署啦 邓炳强啦 曾国伟啦 邓炳强啦 邓炳强啦 曾邓炳强呢 就是这个警报处处处处长 那 那 然后呢 你讲着 林郑的班子 就是例如 就是 邱同华啦 例如 叶德权啦 都不见 这个影钟啊 都有机会不能够顺利过渡 那现在呢 六十四岁的陈范呢 在一九八二年 加入政府 那时候呢 就做这个助理电子工程师 在二零九年一月 他出任呢 这个 基电工程署的副署长啦 那 去到二零一一年 今天 渣正啦 坐正啦 那就是署长 那然后去到一七年了 就获了这个林郑的邀请 跳升 那是署长 那是署长 跳了去这个 书及房屋局局长 那就是跟刚刚那个 是 就是建筑署都一样而已 那都是跳升 那做这个署长 那而另外呢 也有传 就是现在的劳工署的署长 我都不识读个名字了 孙玉 不识啦 我都见过他的 那这个 他来过区议会当时 那用这个劳工署的身份 是来过 又占过区议会 那我都跟他交流过 那 对着劳工的问题啦 那他又有望呢 是会 声为这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如果大家有印象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呢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本身 本身 他在说是给文美娟做的 现在呢 文美娟呢 就不知为何 就不知去到哪里了 就不知去到哪里了 那那今早 这个宣署长 去到立法会出席会之后呢 被问到是否收到邀请 他说呢 都是那些官方的立法来的啦 现在要专注 就是处方作啊 平衡其他事情啊 但是他留了一句 如果有任何公委 是可以服务到大众呢 他会全面要 这个说法 和刚刚呢 啊 啊 这个是谁啊 陈凡的说法是不到的 是不是 那个就是 我没有补充了 就是好像下了站 但是他这个呢 除了就说 我不评论之外呢 大家都一句 如果大家有岗位 他会继续去服务大家 就是换句话呢 他是会做的 讲得白点他会做的 那么 现任的局长 那罗子刚呢 上周呢 也都未有 认到全会呢 是否会继续留任啊 那看款呢 就五次是会留任啊 那你见到啦 就是 今次呢 这个政府的官员里面呢 都大动荡 包括 之前有随英伟辞职啦 然后 好 就算你不辞职 是不是说 代表你人的过渡呢 都未必的 很多都做完这一届 就不能做啦 那 那罗子刚也是啦 罗子刚也是说的 林郑上任 他才找他来做 那都是一届 是吧 那所以我会说 叶笔权也是啦 叶笔权之前 都不是局长来的 所以某程度上 五年任期就完了 那 新官上任 三把火 你见到 就是开始 找一些新人 好过 就是找一些旧人 不希望给可能 林郑的旧班子 去牵着鼻子走 或者 或者有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说 哎 我换一些新人 他跟我 即李家超和新人一样 都是不熟程序的啦 不熟那些处方的运作的啦 不用怕 被现在那些局长 是处长呢 是带着来走 是吧 他说我熟一些程序的 李家超你不熟的 那现在我宁愿 起用一些新人 除非 你信得过人啦 林炳强信得过 真个卫信得过 那就欲留任啦 否则的话 就可能 这些人呢 就会用一些新人 多过旧人啦 那这个呢 就是现在的特区政府啦 究竟 就是他们这班 局长 是不是有能力 是不是有资格 是不是有能干呢 去担任局长呢 还是 就是想贪他们不懂事 贪他们先够新鲜 贪他们呢 是可以给人去 就是 是吧 这个 我相信大家呢 心中有所 那当然有五年的演技 他们进 绝对有一个舞台 给他们表现一下 他们是不是真是能者居之啦 OK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有线新闻的 副经理啊 吕芳辉 以家庭原因请辞 那这个是一个特别 因为 无端白事是不会请辞的 那 那因为呢 被人拍到 就是他在上班期间呢 就抱女 抱着个女仔 在我天生小园里面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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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几宗罪的 如果就这样看 如果这件事是属实的话呢 第一件事 当然他有太太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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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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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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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 大家 现在就被人发现了他在工作期间 即是上班期间 出现这些行为 所以呢 他都醒了 他就以家庭理由去请辞 好过被人投诉 然后他要炒鱿鱿 更加大 根据了解 有线新闻及资讯总监 关为凌金 即是前几天 就向国部的主管交代 并且澄清有关主播 就是这个 廖淑儀 原来是主播来的 还有这个 这个许方辉一同 坐这个小伦的匪民 并不正确 即是很奇怪了 为何不由当事人去 回应 而是由这个 总监去回应 这个很奇怪 许方辉曾经任这个 无线新闻和亚市新闻 2020年许方辉 转投有线的新闻 同一班 即是李遵 成为陈兴 陈兴 成为有线新闻的高层 其后 新闻部出现 财源和离职风暴 我相信大家那时都能量 有些新闻 有一班大概 就是中国组 或者部分港民的一些新闻主报 或者是前线采访人员 是因为不满 这个 即是高层干预的事情 57岁的许方辉 1987年 加入无线新闻 曾经担任6点半 晚间新闻的主报 期间一度 转头去亚市新闻 之后又回到无线做 其后更加担任高层 去到有线的时候 同年12月 有线新闻大地震裁员40人 专题节目 新闻刺针全组 遭到解割 引发多门记者和采访主任 是请辭 有线中国组也都全体请辭 给大家印象 当时就是说 因为新闻刺针 其实都就着很多香港的 一些官员的问题 或者不公议 是不断发声 当时都挺多人看 但是当然 就是有线 现在大家都明白 就是那个 投资者和管理层 都是相当保守 和亲政府 所以变相这些 就是读爆政府 或者屋住处 地政处 食环处 一些流动 一些不事 就不能够发生 当然 当时大地震下 首批被裁员的 正正是新闻始朕 而有线中国组 也都全体请辭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在许方暉 管治下的一个 就是传媒的一个情况 他就好像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单止 还搞了其他 不是那么好的东西 那最后当然 就是回力标是会到的 那最后 就好像曹英伟那样 就是辞职 那当然辞职 那当然辞职是否足以 收补到 就是他对于 就是那些公众 对有线新闻的信任 还是怎样 我想就一定不行的了 就是说 就是不是说一个人 两人请辞 就能够 挽回市民的信心 而是说说节目 质素 以及能不能够讲真话 才能够挽回市民的信心 那今天呢 我们每日点评就到这里了 那明天呢 就星期六 那我们明天就没有每日点评的 那我们明天就没有每日点评的 但是呢 就有绰绰有缘 那有我和Jason 那一般呢 就是配合的主持节目 那就是这个绰绰有缘 那就是这个绰绰有缘 那明天的主题呢 就比较轻松一点啦 那就是每周交物 那我们就会每周呢 那我们就会每周呢 找一些很交的事情啦 那文件呢 就和大家分享和评论 那记得呢 留意明天的这个绰绰 这个绰绰有缘 那些绰绰有缘 那就是下午 两个三个时间啦 那大家记得密切留意啦 那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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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